由進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工程合約 設計及承造葵涌醫院重建計劃第一期 工程位置在瑪加列醫院及葵涌醫院之間 是一項設計及承造一座樓高五層的精神科日間復原中心工程 並附設六塊休憩區及停車場 這項工程的困難之處在於施工地盤被周邊大樓包圍 地盤需要與葵涌醫院共用一條單線雙行行車的救護車通道 以作工程車輪出入之用 因此在施工期間內的物流管理措施必須審診安排 盡量減少對醫院日常運作的影響 建築設計以實用為主 以配合醫院現時的環境 為了減少拆卸舊建築物時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設計團隊建議保留原有的雙層停車場 以作為建築物的一部分 從而減少打坐工序帶來的噪音 亦都省去減少產生大約780噸的建築廢物 交通負荷亦都比原本合約要求的減少近六倍 中央庭園為主要特色設計之一 為建築物帶來更好的自然採光、通風和木化環境 比倫中庭的主樓梯又名為健康樓梯 是連接各層的主要通道 天然光會透射到樓梯和大堂 營造良好環境 鼓勵用家多使用樓梯上落 促進身心健康 綠化是供應為有助心靈治療的元素 在這棟大樓之內設有大量綠化區域 而位於三樓的花園 更可供康復者充值可食用的植物 借以桃野生情 進和向這次承造工程 充分使用了建築信息模型 簡稱BIM技術 令各持份者能更有效了解整個建築流程 BIM中的策劃協調、衝突分析、模擬施工排程、工程量統計等技術 設省大量溝通糾正時間 大幅減低工料估算不差 有助提升項目效益 和推動工程上的計劃和決策 與客戶和工程顧問共同協調工程上各項細則 加強各方溝通達至雙人局面